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 他们看来是很平凡 很简单的嘞 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 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 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 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 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 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 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他们是历史上 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 第一流的人 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 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 我们已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我们的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坐上早晨 拎一列电车 走向工厂的时候 当你扛上篱笆 走向田野的时候 当你喝完一杯豆浆 提着书包 走向学校的时候 当你安安安静静 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 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 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 朋友 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 这是很平常的呀 可是 从朝鲜归来的人 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 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 因为 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 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朋友 你已经知道了 爱我们的祖国 爱我们伟大领袖 毛主席 请在深深地 爱我们的战士吧 他们 确实是我们 最可爱的人 谢谢 谢谢 谢谢